Hi everyone 歡迎收聽尬聊音樂 我是Kennigy 那今天呢 在開始這一集Podcast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好的一個小開場 叫什麼 台呼嗎 也不是啊 Podcast也不是什麼台 趴呼喔 趴呼嗎 啊管他 反正就是一個小開場啦 然後先跟大家說 他是一個很吵的開場 但是我覺得很合這個尬聊音樂的主題性 就是尬聊本來就是要吵吵鬧鬧的這種感覺 所以大家來聽一下 大概15到20秒鐘 就是這一段的一個小小的開場 給大家聽一下 來 小六國一還是國二 反正一定這三年間 我寫的某一首歌曲的其中一小段這樣子 啊歌詞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以後有機會啦 我會把我一些以前寫的歌號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有追蹤我的那個Instagram的話 我有一首歌是毛毛蟲 然後最近我有把它變成 就是真的是把它編曲編好了 然後有做一個現場的版本給大家聽 然後在我的Instagram上面 這樣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想個臉啊 那這一段台湖 我就講台湖 反正就這一段開場的是我 很小很小的時候寫的一首歌 然後那時候 歌詞有點忘了啦 但是旋律就一直會寄到現在 我想說欸那剛好可以把它變成 就是Podcast的開場這樣 對 好的 那今天在介紹歌曲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大家 好好的 也不是說好好的 就是說 小小的聊一下這一次 第31屆金曲講的一個心得啦 因為我不是有做一個5集的 預測跟分享嗎 分別是最佳過於男歌手女歌手 年度歌曲 國語專輯 然後最佳新人獎 很遺憾的呢 我只猜中了兩個 其他三個全共孤 而且還不是猜中喔 就是還不是預測中喔 是我私心希望他們可以得 是私心中喔 不是我預測對這樣子 我覺得預測有對的只有國語男歌手 因為我那時候是私心跟預測 我都希望是清風可以拿到最佳男歌手獎 那果不其然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清風拿下的最佳國語男歌手 然後第二個私心中的是 年度歌曲 Thank You 來自阿棒 母親的舌頭那張專輯的Thank You 我那時候有說啦 就是Thank You真的很適合 就是代替 就是2019年 甚至2020年都很適合的一首歌 然後我那時候預測好像是說 說哪一首歌啊 好像是滅火器的 不然就是鬼島對不對 可能還會是摩天洞 不是 我那時候講了很多 對 但是我最私心的就是Thank You 可以拿下年度歌曲 然後我還有一直強調說 如果他什麼都沒有拿 他一定要拿下年度專輯獎 果然 就是真的拿下了年度專輯獎 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那天真的是在電腦前面尖叫到不行 然後後來呢 我有幾個私心的也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我的那個最佳國語專輯啊 我那時候私心是想要給 陳山尼的Juvenile Aid 可是他後來是 王若玲的愛的呼喚拿下來了嗎 其實我還蠻能理解 為什麼大家會有一些 批評的聲音啊還是什麼的 可是因為我覺得就這樣 因為大家啦 大部分的人 基本上都是聽自己喜歡的歌 可是因為 我這一次真的是很認真的把 每一張專輯 每一首歌 就是我想要介紹的歌曲 我都很認真的聽 嗯 就是聽完之後又蠻能理解 為什麼他可以拿下國語專輯獎 我覺得不只是老歌翻唱 他雖然是一張全翻唱的專輯 但是他保留以前老歌的經典的元素 在裡面 然後從把其他所有的東西 再全新重新的翻版過了 然後整個又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味道 所以其實整個製作企劃 概念跟歌曲的詮釋 都蠻能理解 為什麼可以拿下國語專輯獎 那我很開心的是 因為國語專輯獎沒有拿到的 Juvenile A 陳山寧拿下了最佳專輯製作人獎 也是非常棒的榮耀 那摩天動物園呢 摩天動物園 那摩天動物園呢 拿下了一瓶審團獎 我覺得也蠻好的 就是也是算一個大獎了吧 對不對 然後後來我自己私心有拿下來的是 告五人的紅 拿下了最佳錄影帶的這個獎項 這個獎項真的很棒 是因為這幾個入圍的 音樂錄影帶作品裡面 紅是我唯一一個看 第一次看完之後 哭到快氣喘的一個 MV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抗拒親情拍 你知道嗎 那個MV真的太好 太好哭了 而且我覺得他的那個 間段簡數也 講得非常棒 就是說 深刻的描繪了社會基層 或是 一般百姓的一個 心情的狀態 刻畫的非常的鮮明 然後也很突出特別這樣子 很細緻啦 應該說很細緻的描寫了出來 跟拍攝出來的樣子 都是 非常令人動容 然後非常感人的 所以我就覺得 嗯 我自己私心也是覺得 最佳錄影帶應該要是紅 那他真的得了我 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 爽 呵呵 真的非常的爽 那最佳國語女歌手的部分呢 我有嚇一跳耶 因為 呃 陳真川有說啦 他說什麼 他們最後是在魏如萱跟王若霖當中 去做 一個選擇嘛 所以我其實蠻嚇一跳的是 啊 原來這一屆評審很喜歡這樣子 就是比較輕柔的聲音 然後 氣音比較多的種子 呃 這樣子的 口氣式的唱腔 我一直以為會是比較 偏向 像在鄧紫棋 那一種 那我自己私心是那個 楊乃文 我是希望楊乃文可以拿下來 但是 最後 居然 雲朵系歌手 戰勝 耳語系歌手 好不好 就是娃娃贏了王若霖 這個樣子 可是因為你們去聽 就是你們可以現在回歸去聽 三十一屆進去講的整個開場 娃娃的那一段 開場表演 真的 太強 真的太強了 就覺得有點 實至名歸的感覺 就 對啊 你現場都唱成這樣子了 那個陳真傳也有說 他說娃娃現場 用這樣子的口氣 來詮釋歌曲 還可以唱得這麼好 真的非常不容易 而且我記得 那個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那一段表演 裡面有那個PTT 那三個字 那三個字的假音 真的太強 就是聽到會覺得好舒服 然後又好厲害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回味的一下 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 找那個片段回來聽 就是娃娃的 第三十一屆進去講的開場表演 真的很 嗯 算是又是奠定她一個 最佳女歌手的地位 很 很實至名過來 非常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嘞 那 分享 哇分享就又花了快十分鐘 哈哈 這一次呢 分享的地方就到這邊 那 這一次想要介紹的兩首歌曲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一次 介紹兩首歌曲 都是屬於比較放鬆 比較輕鬆的概念 就是有一種耍廢的心情 推廣大家要好好的放鬆自己 就是我們 人在過生活啊 社會上就是求生存 然後都是在為自己而努力嘛 但是每一次的 努力之後 真的是要讓自己好好的放鬆 才能走 人家不是說什麼 休息走更 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更長遠的路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呢 我想要介紹兩首歌 晚晚就是在跟你講 要如何耍廢 跟 要以什麼樣子的心態 來放鬆休息 第一首歌曲呢 是來自Linean跟陳賢靜 所合唱的Day Off 那Day Off這首歌呢 是收錄至今年9月22號 Linean發行的新專輯 那個Leisurely中的一首歌曲這樣子 那Leisurely這張專輯呢 Leisurely就是在講說很悠閒的 很悠悠的 不慌不忙的這樣子的一個意思 那專輯的整個概念 也就是在表達說 不要再勉強自己去做一些 你不喜歡的事情 或是勉強自己去做 你可能覺得很強迫的事情 但是同時間我們可能也害怕 什麼都沒有去做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如果在放空的時候 像是躺在床上啊 可以懶洋洋的 任由你的心情 或是任由這樣子的 當下的時刻 讓你的思想去流動 流暢這樣子 放肆的讓它去 環遊世界的這種感覺 但是你其實人是 躺在床上在耍廢的 就是這張專輯的基本概念啦 那今天主要是講 Day Off這首歌 Day Off這首歌真的非常的 放鬆 然後非常的悠閒 那Day Off很顧名思義啦 就是說 Day Off就是指我們的 休假日 放假日 那我們休假日 放假日基本上要幹嘛 有些人可能就是 放空睡到飽啊 躺在床上啊 一整天的不動啊 吃零食 那有些人可能會 規劃一些行程出去走走啊 看花啊 看海啊 這樣子 比較輕鬆的一些行程 那主要呢 就是說我們 在休假日的時候 要把工作啦 還有煩惱 一些工作有沒有 都拋向一邊 好好享受自己喜歡的事情 所以他那個歌詞 一開始就有提到說 睡到中午起來 又是誰打過來 暫時別管他人 對你的期待 就是我們今天 已經是休假日了 啊那個 什麼工作 還是什麼有的沒的 就是不要再來煩我 就是說我今天是想要 好好地休息 那工作啊 Line就直接給他關掉 今天就一整天不開網路 手機直接關機著 這種感覺 所以他後面也有講到說 每天都有事在追著我 累 大腦取代靈魂的時間 多需要take a break 然後 後面說 轉圈 畫個界線 全部留給明天 就是說你想要睡到下午 你就睡到下午 你想要去看電影 就去看電影 啊你想要幹嘛 你想要去溜滾你就去 你今天不想倒垃圾 你就不要倒垃圾 就是你今天很任性地放過自己一天 或是任性地放過自己一下下 就是挪個幾個小時 挪個一個時刻來給自己 來放鬆自己 這樣就對了啦 這樣子 所以這首歌呢 好 我現在在這邊建議啊 就是說你們不要上班的時間去聽這首歌 會生氣 就是說 你聽完這首歌的時候呢 你當下可能還在面臨 就整個這個現實社會給予你的摧殘 你可能心情會變得更差喔 我已經先講了喔 我已經打了一個預防針在這邊了 就是說 這首歌 我建議你們是真的是到放假日的時候 你真的是休息的時候 你再來聽 你不要上班的時候來聽這首歌 因為 你會顯得自己很諷刺 就是說我聽這首歌 然後好像在面臨上班種種的壓力啊 不要好不好 這首歌就是要讓你放鬆的 因為它整個歌詞就是在講放鬆 所以 你如果 還在工作當中聽這首歌的話 我不覺得你會開心的起來 也不覺得你會期待你趕快放假 沒有 因為你現在就是在被摧殘當中 所以 好好放假了 再把它拿出來聽 來自這首歌叫做Linean 跟陳賢靜所合唱的 Day Of 是一張非常好聽的歌曲 那這首歌呢也是收錄至 Linean在今年9月22號發行的專輯 Lizially當中的一首歌 Lizially這張專輯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去聽 Linean算是比較新生代的歌手啦 這一次Lizially也是第二張專輯而已 然後 它的曲風真的是偏蠻爵士的 很適合咖啡廳播的那種歌曲 但是同時又很 又有流行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其實蠻入耳的 而且你會 聽起來蠻順的 然後可能聽個幾首 你覺得 這首歌好像可以下載 就載來聽 就直接進歌單 這首歌就是我 聽到一半的時候進歌單的那一種 就是說 放假 好 我直接介紹下一首歌 我覺得這樣講會比較順一點 下一首歌呢 來自彌先生的 廢廢 廢是那個廢物的廢喔 就是耍廢的廢 廢廢不是那個 嗚嗚啊啊 星星的那個廢喔 那這一首歌曲 廢廢呢是來自他們 即將要發行的新專輯 是愛動物中的首波主打歌曲 那這張專輯呢 我希望等整個張專輯出來之後 再好好跟大家介紹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應該也是蠻有興趣的啦 就是彌先生 睽違也是 有三四年了對不對 又出了一張新專輯這樣子 那專輯的內容呢 有點維持彌先生的一貫的作風 就是 呃 站在一個 某一個角度來探討社會的一些 議題 就是他們來觀察這個樣子 然後對他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啊 觀點啊 提出 發人省思的一些想法 然後從而把它譜寫成歌曲來 分享給大家 傳遞給大家聽這樣子 那這一次呢 我想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說 主要就是在講耍廢啦 好不好 這兩首歌真的就是叫你耍廢 那歌詞裡面其實有講到說 他說 隨性就是等我睡醒之後再說 廢是種生活練習 這年頭才不流行勉強自己 沒必要每天都得正向積極 我覺得這跟那個juvenile age 就是陳三年的那一張專輯裡面 那個玉女穿梭好像有一點 一曲同工之妙的感覺 就是說 我們不用每天都過得很正能量啊 你該放鬆自己 該耍廢 或是該休息的時候 你就是要好好停下來休息 就是那種感覺 不要把自己每天過得很緊繃 一定要很正面 然後帶給人溫暖 沒有 就是你負面的時候 你想廢著不動的時候 你就廢著不動 所以裡面的團員有 他們就有大概分享一下 他們自己耍廢 我跟你講 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麼來耍廢 他們的團員呢 有說他們喜歡耍廢的習慣是什麼 像是小逼啊 他喜歡忙裡偷閒這種耍廢 就是說我可能上班 可能偷個五到十分鐘 可能午休過後的五到十分鐘 我還不想馬上進入工作 再偷個五分鐘這樣子的 這種忙裡偷閒式的耍廢 然後 亦凡認為呢 今日是今日幣 那也要今日廢 才沒有壓力 就是我今天就是要來耍廢的 我今天沒有任何的目的 我今天就是要耍廢 就這種感覺 然後 以諾呢 覺得隨波逐流啦 順勢而為也是一種廢 隨著就是整個生活的模式啊 想廢就廢 那種感覺也是一種耍廢 那哲安覺得呢 他習慣連續忙了好幾天之後 再連續耍廢個幾天 就有點像是 有些人的工作可能是要接case 接案子 那他可能就是接了案子之後 可能要忙 可能兩個禮拜到一個月 那這一段時間他都超忙 連放假都不能放 那如果這個case一結案之後 一完結之後呢 他就是排個可能快一個禮拜 四五天的假期 讓自己好好的廢下去 有些人的耍廢也是這一種 我也是比較屬於這一種的耍廢 那聖浩覺得呢 他覺得什麼 他覺得說不論任何時候啦 他覺得沒有包袱跟沒有 顧忌的來做自己 才是最舒服的耍廢模式 那他後面又有補充說明 就是什麼 願意廢下來安頓內心的人 代表他已經 不是很在乎 輸贏這種感覺 就是對於很多事情沒有太執著 要贏嗎 其實也還好 就是他不在乎這種輸贏的東西啦 然後是認真可以傾聽自己 可能身心的需求 我身體需要休息我就休息 這種人呢 才是最大的贏家 他分享的一個概念是這個樣子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怎麼樣子來耍廢好不好 就是說我有一群朋友 我們大概前一陣子比較瘋狂一點 大概一個月一次 但最近比較忙一點就是大概兩個月一次 我住在台中 然後台中人應該都知道秦美啊 就是秦美商圈那邊 所以我朋友呢 會這樣子規劃 就是我們可能一個月 忙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規劃個 有時候三天兩夜看工作 可以請假的話 就是三天兩夜 不能請假的話 可能就是六日這樣兩天一夜 然後我們就會去Airbnb找了一間房間 大概是四人房 或是六人房的房型這樣子 就是有兩到三樁的雙人床 但其實我們也可能 有時候也才三個人 四個人而已 然後我們就會租這個 Airbnb的房間呢 就租個好幾三天兩夜為例子 就會租個他三天 然後這三天的行程是什麼 我其實只要講一天的行程 你們就會知道我們這三天的行程是什麼 就第一天呢 我們check in之後呢 就會開始 通常check in就是下午兩三點才check in 好我講第二天 第二天我們的行程呢 就是說早上起來呢 可能七八點起床 就會先划個外送 確定喔 要吃什麼早餐之後呢 我們就會去刷牙洗臉 刷牙洗臉的時候 刷好了 然後外送就來了 我們就會在我們的房間裡面吃早餐 然後吃吃吃吃 好就會開始找 我們會特地去租 可以看電影的那個房型 就是說他可能有免費的Netflix可以看 或是他有免費什麼 像是院線片的串流影音平台 可以讓我們看這樣子 我們會特地去找啦 然後吃完早餐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開始 點一部電影來看 或是點不知道 反正就是會讓電視就這樣播著 然後我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 玩手遊啊 或是打電動啊 聊天啊 吃零食 或是吃剛剛的早餐 就如果這樣子 玩到中午 啊 又肚子餓 開始 刷外送 就會繼續的刷外送 然後刷完外送呢 外送來了 吃午餐 然後就會繼續的 剛剛我說的 就是再點 可能一兩部電影來看 然後玩手遊啊 打電動聊天啊 然後就這樣 廢廢廢廢到下午 有時候下午可能會 需要喝個下午茶 或者是吃個 下午茶這樣子 我們就可能會 再刷外送 買個點心 或是買個 咖啡啊 手搖飲料啊 回來喝 然後也都是外送喔 然後 刷完之後 反正我們就會一路這樣廢 廢到晚餐時間 可能七八點八九點 繼續刷外送 你有發現 我們都沒有出門嗎 我們唯一出門的時間 就是去拿外送的時間 就是那一分鐘 沒了 而且我們會 每一個人 就是我們看三 兩三個人 我們會自備現金 大概一千到兩千塊 其實基本上 也花不到這麼多 就是我們不喜歡 用那個信用卡 直接外送刷卡這樣子 沒有習慣啦 我們就習慣找錢這樣子 就是有現金給他找 所以我們到民宿之前 我們都會先去領個一兩千塊 在身上 然後看誰先出 這一單你先出 那你就你先出 然後下一單我先出 我有零錢 我們就早開這樣子 然後分攤分好 其實 因為其實也花不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大家一起share一單的錢 其實一單可能一個人 就是一餐就是一百多塊啊 我們會吃比較好一點 可能一百多 好頂多兩百 差不多 一個人一餐就是可能兩百 那就是那三天 所以我們那三天的行程 基本上就長這樣 我們check in之後呢 就開始耍費 然後耍完費之後 就點餐 點餐完吃飯 繼續耍費 就這樣子 然後過三天兩夜 非常非常的充實 而且我跟你們說 如果你們有這樣子可以耍費的朋友的話 一定要規劃一次 如果你們從來都沒有規劃過 一定要規劃一次這樣子的行程 你們的身心靈會得到 就是 莫大的 舒爽 跟莫大的能量 去支撐你明天要繼續上班的這個動力 因為真的太開心了 就我們 那三天基本上就是耗在床上 包 把自己包緊這樣子 然後冷氣 冷氣開很強 然後把自己包緊 食物來了就吃 吃完就包回去 然後打手遊 打手遊打電動 看電影 啊 邊笑啊 邊哭啊 然後聊天 聊八卦 欸不是 不一定會聊八卦 但基本上朋友在一起就是聊八卦 聊八卦 或是聊電影怎麼樣啊 公司很機車啊 或是上班怎麼樣啊 感情狀況啊 反正就在那兩三天之內 我們的行程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唯一出門的時間就是拿外送 非常非常的開心 我耍廢的方式是這個樣子 大概兩個月啊 最近比較忙一點就是兩個月會 舉辦一次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下一次要舉辦這樣子的活動 好像 好像會在這個禮拜 因為其實這個禮拜是我的生日 然後他們想說要幫我慶生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去哪裡 他們就說不然我們就再來一次這樣子的行程 我說好 太棒了 然後第二天就是 因為通常checkout的時候就是正中午左右 11點12點前要離開那個Airbnb嘛 那我們下午就會找一間咖啡廳 沒有去過咖啡廳 或是沒有去過甜點店 然後去那邊做一個下午 然後等太陽下山之後 再去逛個夜市啊 其實還是有戶外的活動啦 但是就是要在我們整個沖完店之後 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再來各自回家 去迎接明天的上班日 這個樣子 欸你聽完是不是有點羨慕 我真的覺得你們應該要有點羨慕 因為 你知道朋友白白種 就是說你要找到這種 可以陪你一起耍廢的朋友 實在是不多 因為很多朋友就是他們想要出去玩 他們想要規劃一個完整的行程 他們就是要有景點要逛 可能我這一次好不容易放假個 就是請假個兩三天 或是連假來個四天 我就是要出去花蓮啊 台東啊 要去過那個景點 要去看啊 或者是有什麼 節日啊 節慶啊 他們有任何的活動 我們就想去 但是你很難找到 可以陪你一起這樣廢在家裡的朋友 然後他們還會覺得很有趣的 我覺得年紀越大 他好像又有這種 就是不想要再安排行程的感覺 所以我們安排行程的出遊 好像一年可能就半個一次兩次吧 就真的是會去到外縣市的這種景點安排 可能一年就是一次兩次而已 那剩下的比較耍廢行程 兩個月一次或是一個月一次的這一種 就是屬於我剛剛講的那個 租個Airbnb 租個比自己家裡還要爽的 一個空間 然後去享受 這樣子 就是很棒 就是你廢在那邊 你整天你都不會想要動 好的 我覺得這集又有回歸那個尬聊成分 因為我是想說 你知道我這一次在做 就是金曲獎的 我想要分享的這個五個獎項的時候 真的是會需要查比較大的 多的資料啦 然後我自己工作又 嘎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想說 哇我都已經工作快 真是忙不過來了 我哪有時間再聽歌啊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有 給他ㄍㄧㄥ過來 就是我這五個想要分享的獎項 都有在金曲獎 錢 就是頒獎典禮錢 完成它 我真的覺得還是算蠻棒的 所以我那一次完成之後 就最後一個獎項 最佳心人獎講完之後 我就是也是讓自己放鬆了 大概一天左右的時間 然後到第二天的時候 我才開始慢慢再去聽 我這段期間沒有聽到的歌 然後很開心的時候 我就是聽到這兩首 這就太符合我現在的心情了 就是要是 就是要耍廢的心情 然後自己的就是生日 跟一個連假假期又即將要來臨 那我覺得大家真的是在過生活當中 不要忘記自己讓 不要讓自己 我要怎麼講 不要忘記讓自己有一個喘息的空間啦 就是說我們真的是生活忙得非常的 焦頭爛額之間 我們還是要給自己有一個呼吸 讓自己可以喘一下的時間 你才會更有動力再去 迎接下一個挑戰 或是下一個工作的項目這樣子 我是真的覺得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這句話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這兩首歌好不好 分享給大家 來自Linean的Day Off 跟咪先生的沸沸 都是非常好聽 非常chill 非常爽的 也不能再說爽了 我就一直在講爽 也是很沒有那個 鑒別度 就是你對歌曲好像只有爽 可以形容而已 它就是非常放鬆啦 很適合你真的放鬆的時候聽 我在講一遍 你們不要上班的時間聽喔 會越聽越生氣喔 我提醒了喔 好不好 所以兩首歌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這一次就 半個小時左右好不好 二十幾分鐘快三十分鐘 讓大家好好的休息一下 不要再聽我講這麼多 阿裏阿札的廢話囉 讓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下次再聽啦 下次再聽啦 掰掰